移民顾问公司 恒里1月10日公布 2023年第一季全球护照指数榜 排名第一的是 获得193国免签入境的日本 连5年成为全球最强护照 南韩与新加坡以192国并列第二 德国与西班牙并列第三 可免签进入190国 中国则排名第66 阿富汗则乃位居最后一名 比日本少166个免签国 仅可免签入境27个国家 那数据就显示 虽然亚洲国家仍然名列前茅 但波湾国家护照实力持续上升 过去10年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排名大幅上升49名 其他波湾国家如科威特和卡达 今年也预计会跟欧盟签署免签证协议 排名料将进一步上升 这项护照指数榜是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提供的独家数据 调查护照能以免签、落地签证、电子签证等形式 进入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进行排名 那这一期我们就带您一起来盘点 前五名的最强护照国 第五名 瑞典、澳地利、丹麦、荷兰 那瑞典的护照由瑞典警察总署签发 申请在配备有护照终端机的警察局提交 用于拍照和采集指纹 自2005年10月1日起 签发的护照是深入识别的 有效期为5年 长期的有效期护照成人为10年 儿童为5年 那截至2022年1月11日 瑞典公民可以免签证或落地签证 进入188个国家和地区 奥地利 奥地利护照由有权的地方市政签发 2006年6月16日起 奥地利开始发行带有芯片的生物特征护照 申请护照需准备护照照片 12岁以上的公民申请护照费用为75.9欧元 护照芯片中储存了辞照人的电子照片 那2009年3月30日起 芯片中也强制储存了辞照人的指纹信息 护照中允许变更的信息有学位 工程师职集取消护照中携带儿童 儿童获得自己的护照 或辞照人特殊记号 如疤痕、纹身等等 那变更其他信息均需重新申请 硬制护照 申请人可在奥地利国内 任意一个护照管理部门申请 其照片及签名经扫描后 统一传送到维也纳的 奥地利国家印刷局印制护照 护照制作完成后 通过邮寄交给申请人 截至2022年1月 奥地利公民可以通过 免事先申请签证 进入188个国家和地区 丹麦、格林兰和法罗群岛的国民 存在不同的版本 尽管它们没有表明不同的国籍 所有的持有人都是丹麦公民 而居住在格林兰的丹麦国民 可以选择丹麦、欧盟护照 或丹麦、格林兰护照 那每个丹麦公民 除了居住在法罗群岛的国民外 也是欧盟公民 护照持有者有权在欧洲经济区 和瑞士享受迁徙自由 但在北欧国家内旅行时 由于北欧护照联盟的存在 北欧公民在法律上不需要身份文件 截至2022年1月 丹麦公民可以在没有签证 或有落地签的情况下 访问188个国家和地区 荷兰 荷兰普通护照和商务护照的有效期 为自签发日起10年 那未成年人就是5年 第二本护照的有效期 为自签发日起2年 紧急护照的有效期 为旅行期间 但不超过自签发自日起1年的时间 外国人护照的有效期 与相应的居留证的有效期相同 2022年1月 荷兰对188个国家和地区 享有免签证 落地签证或电子签证权利 第四名 芬兰 意大利 鲁森堡 那每个芬兰公民也是欧盟公民 持护照和芬兰身份证 可以在欧盟 欧洲经济区 及瑞士中的任何国家 自由流动和居住 在北欧国家内部旅行时 由于有北欧护照联盟 所有北欧公民在法律上 不需要身份文件 2022年1月 芬兰公民对189个国家和地区 享有免签 落地签 或电子签证权利 意大利护照 是给意大利居民签发的 用于国际旅行的证件 2006年10月26日起 开始签发电子护照 有效期根据申请人 年龄从3年 5年到10年不等 每名意大利公民 同样也是欧盟公民 所以此护照 与意大利电子身份证的持有人 有前往任何欧盟国家 或欧洲经济区国家定居 或工作的权利 拿卢生堡护照 是签发给卢生堡 大公国公民的国际旅行证件 同时也作为身份识别之用 2022年1月 卢生堡公民对189个国家和地区 享有免签 落地签 或电子签证权利 第三名 德国西班牙 所有的德国护照 均由移民局签发 并委托国营的德国联邦 印钞公司印制空白的护照本 德国允许德国公民 持有数本的德国护照 两至三本 在极端情况下 一个人可以多达十本哦 那以规避某些旅行限制 例如一些阿拉伯国家 如科威特 尼巴嫩 沙特阿拉伯 叙利亚 不允许该有以色列印章的护照入境 然而 这些额外的护照 的有效期 最多为六年 那截至目前 德国公民对190个国家和地区 享有免签 落地签 或电子签证权利 西班牙 西班牙护照是西班牙政府 签发给西班牙国民 用于国际旅行的身份证件 根据欧洲联盟运作条约 第二部分 第21条规定 每个西班牙国民 同时也是欧盟公民 故此 护照可配合西班牙国民身份证 使用已前往任何欧盟国家 或欧洲经济区国家 定居或工作 那到目前为止 西班牙公民 对190个国家和地区 享有免签 落地签 或电子签证的权利 第二名 新加坡 韩国 新加坡自2006年8月15日起 签发的新护照 均加入了生物特征技术 其主要原因 是为适应美国免签证计划 Visa Viva Program的要求 该技术也加强了其防卫的能力 每本生物特征护照 为数64页 比以往 基督护照的96页为少 申请费用方面 也增至80新元 但透过邮寄 或互联网申请 可享有10新元的回赠 那在有效期方面 16岁及以上的持有人为10年 16岁以下持有人 则为5年 那如果申请者 连续9个月以下 有效期的护照 可把旧的护照的剩余期限 加进新护照内 其上限为9个月 那截至目前 新加坡公民可通过 免事先签证 进入192个国家和地区 韩国在2020年 护照在颜色上 做了明显的改变 普通护照封面的颜色 将从绿色变成了蓝色 外交护照则从蓝色 改为红色 公务护照改为了灰色 此举引起了舆论 有批评称 护照封面改为蓝色 是为了和 时任总统文在寅所属的 共同民主党的代表色 保持相同 也有人认为 新护照颜色 和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护照相同 是为了释放善意 那新护照 已改善了安全性 身份信息页面 将由聚碳酸子制成 身份证字号 将从护照中删除 2020年6月 开始颁发新版本的 外交和公务护照 那由于2019年 冠状病毒疫情 导致护照发行量比2019年同期 急剧减少70%以上 原定于2020年12月 发行的普通护照 也推迟一年 自2021年12月才发行 那截至目前 韩国公民可透过 免事先申请签证 进入192个国家和地区 第一名 日本 日本护照自2018年起 连续5年 排在第一位 截至今年的2023年 此日本护照者 可通过免签或落地签 访问193个国家和地区 那持有日本护照 无需审查 即可获得入境许可 也免去了提前到 当地大使馆排队签证的麻烦 那日本的护照 在免签国可以滞留 7到90天的时间 满足绝大部分 旅游观光 探亲和商务活动的需要 日本虽然跌落到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但是人均GDP 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 超过4万美元 较高的居民收入 从而带来强大的 境外消费能力 促进了国内旅游业 商业和服务业等的发展 日本国内失业率极低 民众一般入职后 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而且它的社会福利 与保障处于高水平 并不断地提高 那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日本的基民系数为0.32 贫富差距较小 日本民众国内生活水平 普遍较高 最重要的是日本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很强 很少会选择移民 那通过日本护照超高的含金量 也从侧面表明世界 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 民众素质普遍较高的国家 对于很多想要出国留学的小伙伴来说 日本是个不错的选择 是个不错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